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月为龙造型或图案的文物 二月至五月围绕宫中过年主题 涵盖元旦至元宵节期间宫中的风俗介绍和相关文物 六月为端午节宫中的风俗介绍和相关文物 七月为紫禁城中的龙元素 八月为宫廷所用家具、文房和服饰等上的龙元素 九月为中秋节宫中风俗的相关文物 十月至十二月围绕宫廷贺寿主题 分皇帝生日、太后生日和举国同情三个方面 当一缕柔媚的阳光洒在脸颊 弥漫花香的微风拂过窗前 是那婉转的鸟语唤醒春天的生机 当一束炙热的阳光穿过树梢 轻盈柔美的蝴蝶婆娑起舞 是那响亮的蝉鸣全是夏天的来临 当一阵凉爽的清风拍打麦浪 五彩缤纷的蔬果累累如珠 是那鲜甜的果香描述秋天的喜悦 当一片晶莹的雪花飘落掌心 活泼可爱的动物憨惜淋漓 是那动人的欢笑抵挡冬天的冷酷 今年书画日历以花卉琴鸟、草虫鱼龙、菜书果实 家畜走售为四季主题 共选四百余幅故宫博物院院藏书画精品 我们可以看到优雅的仙鹤 飞舞的墨龙 咆哮的猛虎 灵动的鱿鱼 日常的葱姜和仙 书斋的清贡 寓意吉祥的灵芝 今年还新增了近五十佛书法作品 我们可以欣赏到宋代宋徽宗赵吉 林布 元代赵孟甫 明代沈舟 文征明 唐吟 徐蔚 清代宋晚 金龙等书法大家的名作 为读者呈现笔墨丹青之美 另外 我们每个月选取一幅绘画真品 由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撰稿老师们 为您详细讲解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幅绘画长卷 是清中西画家画颜的百兽图卷 每当我们用梅七赫子来形容古代文人 清高隐异的生活时 都会想到这个词的发明者 北宋诗人林布 每一季我们再选一幅重要作品 制作成A2视频 让文物在您的眼前活起来 翻阅日历时 您还能在不同季节的页面中 闻到独特的主题香 樱花 艾草 葡萄 松木 今年的日历 精心准备了三份小礼物 一 火云龙徽章 其中龙的形象来源于故宫博物院 珍藏万利款黑漆彩绘 嵌罗殿龙闻香 龙昂首举爪 遨游在天 公祝读者生活吉祥如意 事业蒸蒸日上 二 炎妖风的虚线轻轻撕开 可以得到两枚精美的书签 一枚金鱼白影 一枚丹风幽露 以此二枚书签 祝福读者金玉满堂 度寿双至 三 翻开日历飞夜 有一枚云龙藏书票 这是写取故宫博物院 珍藏碧玉苗金云龙文边庆上的文饰而设计 边庆自西周起 极为大国韶月的礼乐器 亦含详庆之意 以此藏书票 祝福读者龙腾盛世 极庆有余 我们真诚地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 2024年的故宫日历书画版 能陪伴在您身边 和您一起记录时间 欣赏文化 感受历史 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之妙曲 迎接每一个美感满满的日子 终于发现我啦 我是小龙如意 是故宫日历儿童版的龙年守护神 我给小朋友准备了一幅长长的如意龙鳞卷轴 敏感来自古老的龙鳞庄 快和我一起 在故宫中寻找我的文物鳞片吧 别担心不懂文物 我的魔法 可以让他们开口说话 你会在这里见识到 龙的色彩与形态美 五彩神龙 藏在故宫的各个角落 它们造型别致 色彩缤纷 质地归立 文物们还会带你探索 故宫的建筑与服饰之美 从太和甸的几兽龙 到室内的家具百建 再到清大皇帝的吉福 应有尽有 我们还会坐上时光机 认识从史前一直到明清时期的故宫龙文物 你会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时间长龙中的传承 更重要的 你还能创作属于你的龙鳞呢 把一整年的美好放入其中 悄悄告诉你 每个月都有小彩蛋 在节日节气时 等你来探索哦 每日一片龙鳞 每天一件文物 用我为你准备的特质如意交报 我的文物龙鳞会逐渐丰富 你也会和小龙如意 一起茁壮成长的 快快背上故宫日历而同版 和小龙如意 一起做龙的传人吧